2011年冬天 已不再是联盟一线球星的卡特在积德的招募下 选择加盟未免冠军达勒斯小牛 签下的合同只有三年九百万 夺冠后的小牛实力迅速下滑 在卡特加盟的前两年 第一年首轮被雷霆四场横扫 第二年更是无缘季后赛 尽管卡特在这两年都有过精彩表现 但都没能左右关键比赛的结果 2013-14赛季 卡特彻底转行第六人 尽管只能拿到11.9分 但卡特却彻底盘活了小牛的第二阵容 而在一些关键时刻 他也一定会留在场上 他实际扮演的是当年喷气机特里的角色 即便已经37岁 但卡特依然能奉献精彩的扣篮 以及从不手软的关键投篮 2014年最后赛首轮第三场 小牛主场迎战马次 吉诺比利顶开防守人完成上篮 让马次领先2分 留给小牛的只有1.7秒 小牛只有一次投篮的机会 马次用高质量的防守破坏了小牛的战术 卡尔德龙只能把球交给左侧底角的卡特 老飞人用一个虚晃 晃开了铺房的吉诺比利 随后完成出手 篮球在登链后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坠入篮筐 零秒绝杀 卡特依然面无表情 而全场早已沸腾 这是卡特给小牛送上的最美妙的一个瞬间 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缩影 烈士慕年壮心不已 37岁的卡特仍然能够一箭穿心 这也是卡特为小牛出战的最后一轮系列赛 在赛季结束后 卡特转头灰熊 告别德克和牛仔们 重新穿上15号球衣 人们也许以为 那是卡特生涯最后的一次亮点 却没有多少人想到 卡特在那年之后 又在场上战断了6个年头 成就了历史上第一位出战22个赛季的球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赛季的球员